金牌大間諜 幹嘛 妳怎麼了 我這不是勁爆 我叫做 是勁爆 Yeah 最近空隙污染很嚴重對不對 大家一定要小心這個東西 PM2.5 它很危險的 PM2.5 這我常常聽說到底是什麼 告訴你 PM2.5它可是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調查 空隙污染是全球第五大 健康風險因素 它只僅次於 如果我們長時間 噴露在這樣的空氣污染當中 它會造成我們呼吸道的病變 會造成肺癌 心臟病 中風 慢性跟間歇性的什麼 肺病一大 Yeah 空氣糟不僅讓大家心情糟 而且身體健康也可能更糟 對 恐怖 到底怎麼樣防止 我們空氣污染所造成的毒素 進入到人體裡面 吸多了又該怎麼辦 給大家聽聽看醫生怎麼說 走 Yeah 首先歡迎今天與我們討論 空污相關問題的 金牌電荷醫師團 以及四位陪診團 新聞指出呢 台灣整個空氣污染的狀況 有點嚴重 而且每個地方嚴重程度不一樣 尤其是中南部 來 中南部 你看一下電視牆的空污照片 沒有啦 這是真的喔 這沒有做任何特效 沒有做任何特效 有加柔焦 我們常聽到新新聞說什麼 今天指暴 明天又指暴 剛剛說的指暴 指暴到底是什麼意思 跟大家說明一下 所謂指暴它其實就是 空氣污染的AQI 就是空氣品質指標 它用顏色來代表 從綠色 綠色是良好 良好 Good 黃色就是普通 空氣品質普通 Moderate 橘色就是已經有點危險了 敏感族群已經有愛健康了 到紅色就是 對 所有的族群都不健康 盡量避免要外出 怎麼了 大家 你想到了 我會用英文來註解 因為有些看我們觀眾的朋友 試試會 紅 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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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到指暴的時候 已經是最危險等級 再上去就是核紅色的 台灣的PM2.5 大部分的來源 有1 3分之1是境外污染物 另外2 3分之2是從國內污染 慢著 什麼叫境外污染 境外大部分都是中國大陸 飄 飄啦 國內的污染 大部分是工業排放的廢棄 另外就是交通排放廢棄 像汽機車 還有像其他的污染廢棄 像餐飲油煙 燃燒垃圾 還有燃燒稻草等等 腳踏情報員帶回來什麼情報 是的 因為我們人呢 食物不好你可以選擇不吃 那你不想睡覺 你可以選擇不睡覺 但是你絕對不能選擇你不呼吸 因為呼吸是我們人 一定要做的一個行為 所以當你吸到髒空氣 第一個影響的是我們哪裡呢 就是這裡 死暴危機的情況之下 會加重你呼吸道的疾病 到底對我們呼吸道影響 有多嚴重 來請 剛剛講過PM2.5 它是一個名稱 那為什麼叫2.5呢 就是因為這個細弦不微粒 它的大小只有2.5的微米 那有多小呢 舉例來講 大概就是我們 人類頭髮的二十八分之一 這麼細 頭髮二十八分之一 好細喔 那因為這麼微小 肉眼看不到 我們每天都會呼吸 大氣當中的空氣 所以PM2.5 如果它濃度過高的時候 就會隨著我們的氣管 咽喉 然後到我們的肺部 肺脹 那甚至到我們的肺泡 那經由肺泡的微血管 就會穿透到我們的血液循環 那這個時候就會到全身 那當然因為這個物質 最主要是從呼吸器官 第一個進入侵犯的 所以咧 它傷害最大的是呼吸器官 像過敏性氣喘 慢性肺阻塞 慢性呼吸道疾病 肺癌等等 已經證實是大造成 已經證實了 現在沒有辦法避免的就是 PM2.5吸到飽的問題 吸到飽 它一切吸到飽 對不對 而且阻止不了 是不是這樣 沒辦法阻止它 因為你沒辦法選擇說 你不呼吸空氣 那每天戴口罩就好了 對 但是 你要戴對口罩 要戴對口罩 對 OK 你們說對了 待會兒讓大家今天滿載而歸 太好了 我們提供口罩一年份 各位 謝謝 好帥喔 謝謝老大 好 不好意思 好容易滿足 不好意思 製作人說 沒預算 什麼 四五年 提供的不是一年四五年 沒有 是沒有 沒有 對不起 我們在門診就曾經有遇到過一個病患 他本身是生意人 因為經常往返北中南 他常常來的症狀就是 因為他只要去南部中南部談生意 回來症狀就特別明顯 就是滿性咳嗽 反覆的咳嗽 最嚴重的一次他來的時候已經 呼吸困難然後喘明三天 甚至咳嘆有帶血的這種情況 我們趕快把它轉到急診區 因為這不是在門診可以處理的東西 最後診斷是說急性肺水腫 還有呼吸窘迫的症狀 所以中南部比較嚴重 因為他當初中南部回來就發生 對 因為我們的經驗是 過敏性的人他們在北部 也許十幾年前他們冬季 濕冷的天氣過敏比較容易發作 氣喘比較容易發作 可是最近這幾年真的有點變化 有帶中南部比較容易發作的 這種趨勢這樣 那你的意思是他吸進去之後 他代謝不了 排不出去 直接就進去了 就呆著了 對 就進到飛砲 甚至到像剛剛黃醫師講的 到血液裡頭去 到血液 等一下我相信你們 應該不會再吸皮笑臉了 因為今天這問題蠻嚴重 對啊 很嚴重 我現在就已經沈下來了 什麼東西 我現在整個心情就沈下來了 已經盪下來了 你算是OK啦 我覺得 真的嗎 誰看得出來 你助言有數 對啊 PM2年我對你沒有造成任何一點影響 什麼沒影響 你跑跑跑 你跑個六次 你現在好會激勵很多 誰跑六十年 你好是講我在輕鬆的 清平即合 好不好 我們的陪診團 對於空污所造成呼吸道的狀況 有 報名先來 在落肝年前 就沒幾年前 那時候我還不了解說空污這麼嚴重 我在北京 我們出外景 出外景一定會做一些活動 對 只是 對我來講是非常簡單的運動 三分鐘跳繩 你們有沒有要過關 只是在街頭做跳繩動作 我不誇張 我跳不到一分鐘 我居然空氣 就是呼不到 呼吸不到空氣 啊 我運動量這麼好的人 我居然會有這樣的 第一個這種動作 然後在那待了五天 我整個扁桃縣是 發炎 哎唷 喉嚨痛 乾咳 我一直認為我感冒 我一直認為我感冒 然而回來不是感冒 就只是呼吸到這邊感染 發炎 好舒服喔 然後當天 我記得要出外景當天 還想說能不能出外景 也沒下雨 我打開之後 哎唷 今天怎麼天氣 哇 大霧 我只想到倫敦有大霧 怎麼北京也有大霧 我一直認為是 贏天嗎 浪漫的情懷 恐怖的浪漫 對不起 因為當時真的是年幼無知 結果後來才知道是埋害 很嚴重 來 鳳妤 對 因為我從小就有知氣管炎 所以呢 我長大 就是我常常都會覺得無時無刻 就是你的鼻涕是倒流的 我喉嚨始終都會有這個痰 所以我常常會 咳咳咳咳咳咳咳 就常常會這樣 老人親 親老癱 對 親老癱 才多大年紀 對 但是因為我 先天就有這個知氣管炎 所以這個呢 也沒有辦法根治 就一路這樣子跟著我 我也想說算了 那我就習慣它了吧 可是呢 長大之後 我發現我這樣咳咳咳咳的情況 越來越嚴重 那股鼻涕倒流的痰越來越多 我才知道原來是空氣越來越不好 整個知氣管 就好像那個氣象預報一樣 比如說呢 我可能出去的時候 然後呼吸到空氣 我整個就是鼻腔就會開始打噴嚏 然後或者是會癢 然後會一直乾咳乾咳乾咳 所以變成只要出去外面 我一定都是戴著口罩 一定都要戴口罩 那你回到家之後 是不是覺得安全了 你口罩可以拿下來了 只要晚上睡覺的時候 我想說開窗好了 讓外面那個新鮮空氣可以進來 結果晚上躺著睡覺的時候 就是會開始夜渴 因為你外面的空氣會進來 晚上它仍然是髒空氣 然後它進來之後 我就整個晚上又開始 就夜渴一整個晚上都沒有辦法睡 我現在所使用的方法 是把整個家裡窗戶還是全部關起來 但是我裡面花大筆的這個金錢 把它換了全熱焦飯器 然後就是進來的空氣 它直接就會幫你過濾 然後整個空間裡面都會是 好高級喔 對 新鮮的好空氣 但是因為我剛剛裝而已 我還看不到它的成效如何 戶外很糟糕 室內的品質也不見得那麼好 所以你想要 格局掉戶外 你必須要緊關門窗 可是實際上你室內的 包括說你煮飯的油煙 然後包括你家裡面燒香的那個香 這些東西也是屬於微小微粒分子 也會影響到你的呼吸道 所以現階段都會建議說 使用一些過濾空氣的設備 包括所謂的這個全熱交換機 比較沒有預算的 可能就使用所謂的空氣清淨機 空氣清淨機也有它的極限 就是說我如果空氣清淨機 想要設備好一點點 想要效果好一點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你 因為空氣清淨機它的效果 本來就是屁股吸風 然後過濾過後 再從嘴巴吐風出來 所以其實這個吐出來的風呢 其實如果你距離遠一點點 其實效果就沒有那麼好 但是有用總比沒有用來得好 陳語蕭 妳也有呼吸道的問題 我之前去北京工作的時候 也是有一次就跟朋友走在路上 走走走 我根本也沒有跑 跳傘什麼都沒有 只是在逛街突然間 我沒辦法呼吸 蛤 這是真的 突然間沒辦法呼吸 因為我本身就有氣喘 然後我就一直 這就是沒辦法呼吸 整個很像在演瓊瑤 跪在地上在找我的呼吸氣 就一定要去吸它 對 那時候快死掉的感覺 完全沒有辦法呼吸到空氣 然後後來才知道說 那幾天的空氣非常的差 空氣污染的影響 對呼吸到影響 還有很多很多造成不好的結果 而且還有很大的困擾 來 慕容先生 現在全世界都認為說 主要的傷害性不是說它有什麼毒 而是它實在太小 小到什麼程度各位可以想一想 你有一顆石頭隨便一丟 它馬上就落地 但是如果你那個東西小到那麼小 你可以飄在空氣中 飄個幾天都沒有問題 所以它不會落地 不會輕易散去 對 它就是可以到處散播出去 所以甚至有研究說 這些這麼小的顆粒 一直進去 進去到肺泡 進去到血液 然後跟身體循環 甚至可能影響到小朋友的 因為這麼小的微粒 它跟著血液循環 跑到心臟 跑到你的四肢 跑到你的腦袋 甚至影響到它的記憶力 影響到它的智商 這是陸續新的研究 然後我自己門診 太多孩子 只要當天看到那個新聞報導說 今天空氣止暴 請大家掃出門 很多人就 呼吸急促 呼吸喘 這個這麼小的微粒 第一次呼吸道的刺激物 就會造成你呼吸道收縮 你就會覺得 可能吸氣吸的進去 吐氣吐不出來 甚至呼吸可能會出現 喊 喊 它會有一個聲音 就有一個很特別的聲音 我會演 我每次只要演這一個 就會累很久 因為這很耗力 很累 所以會很久 其實實力太難 老闆天也是冒著 生命危險上節目 對 所以其實 對於呼吸道的影響 其實就是最直接的影響 過敏性鼻炎 其實很多人都有 我們就門診曾經有人就是 跑來說 他想要用慢跑來改善他的鼻過敏 其實運動對鼻過敏 體質是會有改善 沒錯 可是他就忽略了空污這個部分 所以他幾乎就是不分時間 他只要想跑就跑 結果跑了一陣子下來 他就發覺他的鼻子過敏 鼻塞 流鼻涕 晚上的鼻涕倒流 都沒有改善 甚至越來越嚴重 然後來我們門診的時候看 他已經就腫脹到 已經非常嚴重了 然後我們就幫他做了一個鼻部的手術 然後幫他做一個手術後的胃教之後 請他改變他的這個 作息的習慣 運動的習慣 在空污嚴重的時候 他就改到室內 用跑步機運動 用跑步機 對 它避免到 這個吸入太多的這種 PM2.5之後 慢慢的他比賽就獲得改善這樣子 跑步不見得是唯一的解決辦法 不見得 他就跑了快五次 對 他不見得是唯一的辦法 剛剛有講到說 如果是 家住在工業區附近的 或是排放廢氣比較嚴重的地區 那如果自己在本身有抽菸的話 那其實對呼吸道的 PM2.5這個空污 對呼吸道的傷害 不僅僅只是剛剛 對面來賓提到的 過敏 氣喘 或是把呼吸不順而已 它甚至還有可能引起 癌症的機會 這個就是有種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它最新的空氣品質的指引裡面 就有研究指出 長時間曝露在 高濃度的PM2.5之下的話 那會增加 百分之十五 天啊 臨床上也有門診 70歲的這個老先生 他過去在工業區附近 從事實眠的工作 另外他自己本身又有抽菸 菸磷也是長達二三十年 結果導致這兩種 都是已經被證實 PM2.5跟十眠都會致癌 那他因為咳嗽 還有劇烈胸痛來求診 經過詳細檢查之後就發現說 他吸入了這些十眠 還有這個PM2.5的空氣污染物 其實已經經由氣管肺部 到他的胸熱膜 已經長出了惡性腫瘤 那這是很不幸的事情 所以人家就開始在傳一些 所謂的什麼地球大滅絕 這些事情 不是不可能 對啊 有可能 不是不可能 好 所以開始跟我訂 他會愛真買 地球太危險了 恭喜到火星出現 PM2.5 除了影響我們的呼吸器官 還會引起是哪些疾病 小小情報員 接下來這個非常的嚴重 因為國內外都有研究報告指出 PM2.5的濃度越高 它影響到我們的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也就會越高 會容易發作 像我自己 我爸爸還有一個朋友 就是在晨跑的時候 就突然心臟病發就走了 他照理想一個這麼健康的人 每天都是在晨跑的情況之下 為什麼會突然心臟病發 所以我就合理的懷疑 會不會跟空氣污染有關係 因為他長時間在吸PM2.5 所以就容易導致他心臟病 機會會比較高 真的嗎 因為他本來心臟就不好的人 空氣污染 確實會加重本來就心臟不好 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有沒有這麼嚴重 陪診團的經驗裡面 來 陳宇曉 我之前就是 睡覺的時候前一段時間 我那時候也沒有去看氣象或什麼 我就睡覺 那時候就覺得呼吸很不舒服 甚至是睡到一半 睡到一半被自己的心臟振醒 心腳痛 就是心臟的邊邊就開始痛 很不舒服 然後就覺得習慣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才發現說那一段時間剛好就是 死爆 所以我去看了心臟科 然後醫生就說 可能是因為空氣的關係 然後影響到我的心臟 因為我心臟本來就有問題 因為PM2.5的顆粒它是非常非常微小 事實上我們已經證明說它可以穿過肺泡 直接進到血管裡面 會造成血管發炎 甚至造成增加血栓的機會 那目前大部分研究都證說 PM2.5的暴露會增加腦中風 心肌梗塞 甚至造成你死亡率的增加 像今年韓國最好的大學 韓國國立首爾大學 他就發表研究報告說 在韓國首爾市 首爾市我們覺得空氣還不錯吧 他光要把首爾市的居民分區 按照每個區的PM2.5濃度去分類 就發現你住在不同區 因為PM2.5濃度不一樣 你的心肌梗塞 死亡率 腦中風就會不一樣 像我上禮拜就連續兩個病人 因為心計直接住到家務病房 一個病人是一個六歲阿伯 他說他騎機車 經過我們高雄的火山前面 聞到一股廢氣 心臟就突然跳了起來 結果送到我們醫院急診室的時候 心臟已經不要 防禦子報這樣做只會越弄越糟 說大家都要戴隱形眼鏡 那其實反而沒有辦法阻隔這個 我們平常眼淚會眨眼睛 眼淚會把它沖掉 可是你蓋了一個隱形眼鏡 他可能就 他就扒在那裡一直刺激這樣 蓋隱形眼鏡的舉手 都是啊 看到沒有 跟包大哥學學 一個病人是一個六歲阿伯 他說他騎機車 經過我們高雄的火山前面 聞到一股廢氣 心臟就突然跳了起來 結果送到我們醫院急診室的時候 心跳已經飆到170了 這麼高 而且我們看到它是一個 心防顫動這種心律不疹的心跳 170跳 重點是我們調出來 他上個月剛在我們醫院 有做過一個心電圖 那個時候心跳其實是正常 才60次跳 非常規律 快要三倍 結果一發作就掉176秒 我們本來覺得沒什麼 結果隔一天 我的另外一個老病人 他平常就在我門診 控制心防顫動這種心律不疹 本來心跳大概70幾跳也還好 也算正常 來門診前三天他說 那三天空氣不太好 絕對有點悶悶的 結果來我門診 一看心跳200跳 還有211跳的 不快 這個200 他知道200跳心跳是非常危險的 也是馬上就把它租到家庭病房 結果我也不知道 沒有想到這個有關係 結果去查回線才發現 這兩年陸陸續續各國都有報導說 心律不疹 包括心防戰鬥這種心律不疹 都會因為PM2.5的暴露 增加你的發作 甚至增加你跑去急診的機會 那我想問一下醫生 因為我就是現在懷孕 然後我就發現我以前 從來不會有心計的狀況 但是有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需要在外面跑通靠 跑好幾個這樣四處奔波 我就發現我會有那種心跳得很快 然後會常常一口氣呼不起來 呼不起來 就是感覺呼不到空氣 我朋友就跟我說 因為我現在體內有兩個心臟在跳 所以我是不是應該要對 這種空氣汙染更加小心 在懷孕的週末期 其實我們為了寶寶的血力量 我們心臟需要增加30%以上的攻血 給寶寶使用 所以你的心臟會負荷更多 所以你就需要呼吸更多的空氣 如果你呼吸的空氣是不好的話 那對你的傷害起來是更大 而且你會更容易不舒服 所以當然 所以大家去看到 如果婦產科門診 很多媽媽主動都會戴著口罩 是有道理的 真的有道理 會對他健康比較好一點 那你一看 像他現在這樣一個擔心 跟他在自己的狀況 你覺得他現在叫 去台灣什麼地方吸會比較好嗎 真的 我跟寶寶都會比較好 你的醫生 也許離島會比較好一點 離島 要去那麼遠 對不起 他不是開玩笑 他真的回答問題 因為你可以看那個藍雨 離島的空氣真的是比較好 真的喔 離島藍雨的空氣真好 真的 我還有一個病人 他本來在其他醫院 做過心導管的治療 大家說他之後也就戒菸了 也都乖乖服藥 可是他的心腳痛的症狀 還有悶 一直都沒辦法改善 後來輾轉到我這邊治療 我又再做一次心導管 欸 血管都OK啊 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在我這邊也是陸續用藥 快一年 症狀都沒有改善 看了一年多 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說 欸 有一次我好多了 我兩個月沒胸痛了 我說欸 怎麼了 你找到什麼仙丹妙藥了 結果沒有他說 他本來在 空氣很糟的作業區 結果那一陣他有機會調到 比較空氣好的辦公區 調去兩個月 他覺得心腳痛就好多了 欸 好酷喔 其實我們本來也不懂 因為我們平常覺得說 這種空氣症應該跟氣喘 呼吸道比較有關係 可是他沒有呼吸道症狀 結果我們去查才發現 因為PM跟二種這些微粒 其實他會跑到小血管裡面 會造成血管發炎 甚至造成血管痙攣 甚至造成血酸 所以上國外已經有文獻 2013年2014年都能報導說 PM2.5的暴露 空氣污染的接觸會造成心腳痛增加 甚至直接造成心肌梗塞 有人報導說甚至會增加 反正30以上的心肌梗塞發作的機會 所以其實這些暴露是對心臟是直接會傷害 也會讓你心臟痛 甚至心率不增 基於補充我們其他大力 來 慕容先生 這個 我想再額外多補充一件事 請大家記得 PM2.5 大家以為就只有2.5微米嗎 實際上它不是全部都一樣大小 你任何再小的東西 永遠都有辦法把它再小一半 哪有 再小一半 你說1.28的頭髮 其實還有更小的 56 1.56 更小的都有 你不可能說任何一個東西就是這麼大 環境中一樣大不可 所以我要補充一個懷孕的事情 要什麼 懷孕 這麼小的分子進去到血液裡面循環 也可以經由胎盤進去給小寶寶 當然可以 不好意思 當然可以 好嚴重 所以全世界也有些研究在認定說 真的在環境空氣污染 非常非常糟糕的地方 長期吸入這樣子的一些 這個微粒分子 實際上生出來的孩子出現 缺陷的機會也比較大 當然我覺得在台灣 大家還可以不用太擔心 因為你看那個指標 並不是每天都紫色的 有的時候偶爾還是有黃色 偶爾還是有綠色的 但是還是提醒大家小心 當懷孕的時候 盡量也不要再去空氣污染 太糟糕的地方 聽到沒有 去綠島看有沒有什麼朋友可以看看 小辣 他還有什麼危機 是 TN2點乳除了會影響 我們內在的器官 外在的地方也會影響 像是我們的眼睛 還有皮膚的地方 都會影響到他過敏 沒有接觸 吸入是吸入 我不吸他也在我的身邊 他環繞在我 擁抱著我對不對 我想這個東西應該很有感受 各位 排球都有後排攻擊對不對 我們現在換後排了 各位小心 後排 後排攻擊 後排進攻 來 眼科的胡醫師 我們呼吸道都有一層黏膜 其實我們眼睛表面也有一層黏膜 這層黏膜他比較特別就是 戴口罩蓋不起來 他也同樣會接觸到這些PM2.5 那就除了也有可能 從眼睛的黏膜進到全身之外 其他就是說會造成一些刺激 過敏的狀況 腦袋 那我知道了 我們都有戴隱形眼鏡 我們就隔離 你看戴口罩這樣 我們戴隱形眼鏡 隱形眼鏡不是就幫我們隔離嗎 幫東西 妳該 是不是有道理 我覺得妳的人應該被隔離 真的 因為妳必須要好好的去治療 我的腦袋 知道就好 好 上班族很多大家都要戴隱形眼鏡 其實戴隱形眼鏡反而沒有辦法 阻隔這個 因為他那個PM2.5非常小 但是可能反而更糟 就是說會 他黏在眼睛上面 那隱形眼鏡 我們平常眼淚會 眨眼睛 眼淚會把它沖掉 可是你蓋了一個隱形眼鏡 他可能就卡在隱形眼鏡跟眼鏡中間 他就扒在那裡 一直刺激這樣 戴隱形眼鏡的舉手 都是 看到沒有 跟包大哥學學 以前那個年代 來 放下來 對不對 好勝過一切 那一絲一絲 戴墨鏡可以嗎 可以 現在老是不一定要墨鏡 有的時候如果像騎機車 那個風沙比較大 有阻隔的 對 只要是一個 有擋住就有幫忙 除了戴那個眼鏡之外 其他就是像人工淚液 我們不用特製的藥水 但是一般的人工淚液可以點 它就有清潔的效果 對 幫它沖掉這樣 那我自己哭可不可以 用哭 可以用哭也太累了吧 這也太辛苦了 妳怎麼會在節目裡面 建議觀眾朋友 因為朋友戴的時候 他要想要訓練哭泣 光是戴人工淚液的話 光是戴人工淚液的話 可以想點難過的事情嗎 是這個意思 是這個意思 我有這個意思 那底下這樣建議好不好 好 謝謝 他笑了 眼睛是靈魂之窗 不舒服看不到 這是很可怕的 麻煩了 方圓有曾經看不到的經驗 我真的 我跟妳講 我的眼睛是久病成良疑了 因為我是紅彩炎的患者 你們聽到紅彩炎 就是一定是沒聽過 我是紅彩炎妹妹 好想跳舞 阿健老師 阿健老師妳有什麼問題 阿健老師是白衣好快 她講的是個病症 當然 妳有紅彩炎 妳就是個紅彩妹妹 沒有錯 紅彩妹妹 紅彩妹妹 然後呢 因為大家應該都沒有聽過 什麼叫紅彩炎 其實紅彩炎 是領那個罕見疾病的 那個證明的 紅彩炎呢 它就是一個遺傳性細胞的基因 它會造成三種病 紅彩炎 僵直性脊椎炎跟尿道炎 所以周杰倫 他跟我有相同的基因 因為他有僵直性脊椎炎 發在我身上變成 妳是這個傑務員 那周杰倫幹什麼 這是真的 我要跟妳們解釋 怎麼叫做紅彩炎 然後呢 我記得我18歲的時候 第一次發病 那我發病那個紅彩炎呢 是整個讓我嚇到 發病的時候 它是開始是有點眼球 有點緊緊的 幾天以後很快喔 一個禮拜以後 妳再照鏡子看 妳的眼白跟眼黑 就是眼球 去機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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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快點快點 皮膚過敏患者 遇上子報就完蛋 她是 學校的校隊 每天早上跑20圈的操場 我就看到 她怎麼又來我的門診 因為她其實已經一年沒有來了 她就是剛好在空污的那個禮拜 她就來一個大發作 臉部的皮膚還有脖子 還有四肢整個都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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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發病的紅彩炎呢 是整個讓我嚇到 發病的時候 它是開始是有點眼球 有點緊緊的 幾天以後很快喔 一個禮拜以後 妳再照鏡子看 妳的眼白跟眼黑 就是眼球 界線已經不明顯了 很像胡適的那個演藝病 就是有沒有胡適演藝病 她媽媽幫她舔那個嗎 舔的那個 對 她就是整個眼球的界線不明顯 然後整顆就好像變成 沒有眼珠子 好像鬼喔 對 很像胡適 妳發生過這個問題 對 發生這個問題 然後再來 妳就視力一天比一天低 一天比一天低 有一天妳就看不到 就是零度了 這是白內障嗎 清光眼 那做了很多抽血 很精密的檢查 發現原來這就是紅彩炎 從此之後呢 我的眼球就是非常的敏感 尤其現在可能空氣變化 或季節交替的時候 免疫系統在人的臉 免疫系統下降的時候 我的紅彩炎就會發 那發的時候呢 我如果沒有即時的 去趕快把它控制住 它就會到我剛才講的 那個情況 嘖嘖 然後 失明 對 失明 所以我後來才知道 為什麼近年來 我的那個發病的情況 越來越嚴重 以前是幾年一次 幾年一次 可是現在可能一年 都會有一到兩次 就是因為空氣污染 還有整個大環境的變化 她的狀況 像芳瑜這樣的狀況 她跟周杰倫是沒有關係的 沒有關係的 我只講了解這一點而已 有可能有關係 對 龍仙 真的有 不是亂講 你不能助紂為虐 沒有亂講 我的次專科是 過敏氣喘免疫風濕科 所以這個叫做風濕免疫 自體免疫性的疾病 它就是身體裡面產生的抗體 這抗體應該去對抗外來的 細菌或病毒 結果你自己在身體裡面打自己 所以剛剛甚至於說 維銘哥說哭 有沒有棒 有沒有笑 有些自體免疫疾病 甚至會造成 所以你想哭 哭不出來 我們剛剛講的一些疾病 包括說心血管 肺癌這些 他們都只能從 這個研究 大數據的研究來告訴你說 可能有相關 但是我自己診所裡面有一個媽媽 她很認真 她把那個環境空汙紙報的天 記下來 然後再記她孩子眼睛癢 刺刺辣辣痛痛的日子記下來 結果她發現 她記錄了半年到一年 發現真的她的孩子只要眼睛癢 她再翻過去看那個空汙圖 空氣品質都不好 完全 完全配合 就兩邊都有符合 然後如果當天空氣品質不好 她就知道 她要提醒她的孩子注意了 可能眼藥水要稍微多帶 那這樣子媽媽就自己去評斷 當然這也是合理的 就變成說記錄了那麼久 也記錄到只要空氣不好 眼睛就會受到影響 所以這個其實空氣品質 影響眼睛 影響皮膚的可能性 還是有的 皮膚 我覺得皮膚科的陳美穎 陳醫師 你不能再沉默了 來 這是我們人體最大的器官 它也是抵抗我們外在環境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防線 它同時也會受到空汙的傷害 空汙對於皮膚 它主要的傷害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敏感性的體質 包括像我們比較常見的 異味性皮膚炎 或者是你有濕疹的體質 第二個部分的話是 痘痘跟酒糟的惡化 因為剛剛有講過 空汙的PM2.5是毛髮的 28分之一 甚至更小 所以它其實是會進到毛孔裡面 造成一個阻塞 第三個就是皮膚老化 皮膚老化部分 包括形成皺紋 還有黑斑 還有皮膚粗糙 這個是已經有國外的文獻證實 就是跟空汙是有關係的 我等一下分享 空汙對皮膚有影響的一個個案 第一個是一個 異味性皮膚炎的患者 他現在大概是國二 他從國小一年級的時候 就在我的門診看異味性皮膚炎 然後在三個禮拜前吧 我就看到他怎麼又來我的門診 因為他其實已經一年沒有來了 所以他都控制得很好 然後後來才疑問之下才知道說 他是學校的校隊 每天早上跑20圈的操場 那就是剛好在空汙的那個禮拜 大概是三個禮拜前是很嚴重的時候 他就來一個大發作 就整個臉部的皮膚還有脖子 還有四肢 整個都流湯流水 就異味性皮膚炎那個流水 是會跟衣服黏在一種 他等於免疫系統喪失了 對 他就是一個大發作 一個引發這個大發作的一個情況 那我要分享的第二個個案 他是一個抽菸的患者 我看到十字的手指頭 怎麼都黑黑的 仔細一看發現 這十字手指頭都壞死了 而且他那個手指的那個 指的這個長度是不正常 你就發現他的十字 少了一截 然後他的中指少了半截 就是他就是前面都壞死了 這個是我們一個罕見的 一個皮膚病科一個罕見的疾病 叫做伯格式症 那他這個是跟抽菸有相關 因為這個抽菸的患者 他其實是在他自己自身 製造一個PM2.5的一個環境 就是包括裡面的一些菸層 還有凝骨丁 他其實會讓血管發炎跟阻塞 那最後就是 尤其是末梢血管的部分 他就是會造成手指慢慢的變短 萎縮 對 所以那個抽菸的 病人還是要 小心抽菸的手指會變短 已經購物到東西了 你還要把它變短 你看你這麼短很多 你自己說 哭怎麼開 只有手指頭會短嗎 因為這個抽菸 因為這個抽菸的循環都會有影響 對 抽菸 你已經沒有感覺了 好酷喔 你怎麼都沒感覺 好酷喔 我覺得大家應該互相鼓勵 陳醫師你試圖的往下講 你有三個案例是吧 對 第三個就是不只是皮膚科門診 這個皮膚疾病的患者有增加 就是其實在我美容科的門診 就發現病患的問題也增加了 然後我就發現有一個禮拜 然後護士又跟我說 前天做完禁膚雷射的病人回診了 然後想說他怎麼提前回來 就是正常我們應該一個月才需要回診 那他可能前兩天做完今天就回診 就是臉就整個紅紅癢癢的 然後後來下一個病人又說 前天做完禁膚的患者 還有大前天的也都回診了 有一個病人他就是很嚴重 他整個來的時候整個臉 就是腫得像關公一樣 就整個很紅 然後就問他到底是怎麼回事 因為以前也沒有過這樣的情況 然後才知道說 就是那一個禮拜 就剛好是空汙的最嚴重的那個禮拜 所以就變成說這些雷射丸的病人 他反而是非常怕這個空汙的一個侵害 有一陣子我就是這樣 就是我皮膚一直發作一直發作 然後一直看皮膚科一直吃淚固醇 只要停下來就發作 一直發紅走到整片 後來我就戴口罩 醫生就找不到任何方法 醫生就說那不然你試看戴口罩 開始戴以後 一個禮拜皮膚全好 不用吃藥了 真的假的 真的就全好了 我只要一出門我就戴口罩 那你有戴對口罩 我有戴對口罩 醫生有教我 好 我想口罩可能可以保護自己 那口罩要怎麼戴 耳皮猴哥的黃醫師 好好來教我們 我們常見的是像這個是一般型的口罩 還有一個活性炭的口罩 黑色的 那這兩種都對這個 PM2.5的防護力很差 很差 口罩保護有淡書 溫如調皮心作祟 耳皮屬口罩防護最好的 戴這個手指就很久 可是孕婦是不能戴安全的 這邊剛好你孕婦 孕婦不能戴N95 因為它 我這個真的覺得空間很小 你實在買大一點 對啊 你可能要買三房兩片 我們常見的是像這個是一般型的口罩 還有一個活性炭的口罩 黑色的 那這兩種都對這個 PM2.5的防護力很差 蛤 很差 這是到處都可以買得到的 對 竹炭的應該比較有效吧 你說這個差我相信 這個完全 人家說什麼韓星都會帶一個這樣 罩的人 對 黑色的 你知道我說什麼嗎 它只是這樣子包 欸 很像 好寒喔 寒風寒心 這個 重點在於它的 重點在於它的過濾層 可是這個是活性炭 活性炭 你說過濾效果 這兩種是最差 它差在哪裡 為什麼 活性炭它的主要作用是 吸附有毒物質 吸附臭味 還有一些這個病菌 所以2.5跟它無關 對 無關 所以它只要過濾層不夠 它還是會穿進來 那如果活性炭都不行 不 醫療用的這個外科口罩 它有三層 你看它薄薄它其實有三層 因為合乎法規標準的話 它有第一層外面的撥水 撥水 中間的過濾層 還有內面的這個 透氣的那個吸濕的這一層 所以吸濕 你會講話 它不需要有吸濕的能力 不要越講越濕 所以中間的過濾層 總證 對 那合乎法規的這個 外科用的醫療口罩 它基本上對於我們那個 刺微力等級的例子 它有80%的顧慮效果 但是你要戴對 你要戴得正確 怎麼戴 我們首先戴口罩前 比較標準過程的時間 先清潔雙手 我要先洗手 然後把兩邊 對 兩邊提耳戴到耳朵上 這時候先輕輕的戴到耳朵上 然後再用你的兩邊雙手 從鼻樑開始把它壓緊 壓緊 緊密的貼在鼻樑跟你的臉頰上方 再慢慢的把口罩拉下來 再拉下來 對 拉到包覆到下巴 下巴 好下巴 大概這樣 整個戴好之後 你測試它的密封度 你可以稍微深吸氣 看看它有沒有一個負壓的效果 有沒有讓口罩稍微陷進來一點 對於臉小的人 可能就要選擇適當的人 所以最膩合的是不是N95 我們常見的就是拋棄出口罩 防護最好的 大家比較熟知就是N95 可是孕婦是不能戴N95的 這邊剛好有孕婦 孕婦不能戴N95 因為它還是會造成部分缺氧的 這種情況 缺氧 不建議戴N95 而且有可能太緊密了 造成缺氧 對 這是N95 而且它剛剛有碰劫 就是會軟軟的 滿舒服的 對 這是一個鼻男龜碰兒 好暗的 沒有那個表情 而且它真的比較厚 妳這怎麼戴 這也是拉下巴的 不是 它這個是這樣子 頭這樣子 套頭的 有點像是彈額頭的道理 如果就是這樣放下去的話 就很精神 很想彈 要拉遠一點 然後呢 是這樣戴嘛 下面這個要攤開對不對 我們會先戴口布 再拉繩子 先戴口布 最後再拉繩子 那不好意思 攤後了 那不是這麼爛嗎 妳要先把口布密合之後 再把繩子往後拉 然後再把這個往後拉 對 對 那我們平常都戴錯了 這個咧 往後拉 下巴嗎 對 它是在下巴 下巴 還是往後 你們兩個稍微研究好了 我們這個節目的情報員 你們兩個一起去看一下腦 往下面走 走進來 妳這樣好可愛喔 就這樣 就這樣 老大帥了 這樣整個帥翻了 那個下方的要拉到耳下 一個在耳上就好 一個耳上 一個耳下 一個耳上 一個耳下 對 這樣比較密合 老大你這樣比較帥 對啊 今天五官好帥 讚 我早就該戴安全帽補持 我告訴妳的意思 它其實空氣隔離的比較多 妳吸起來會覺得 稍微有一點點負擔感 可能就不適合孕婦 戴這不適合 它組合的比較多 氣壓阻力落差比較大 這個真的覺得空間很小 空間很小 妳現在只要買大一點 對啊 妳可能要買三房兩批 兩批 這只有呆了是不是 我是好香酒 我不是沒啤酒 我不是沒啤酒 他們都還有時間限制 有時間限制 像一般這種活性碳 一般口罩跟外科口罩 都是只有四小時 四小時就沒效了 不能重複使用 不能重複使用 這樣換了 都用三天 用四小時就要對 這個呢 N95 9.8小時 9.8 8小時 那這比較划算 多一倍 對 它價格也比較貴 它也貴 它要讓妳用久一點 對於減少了PM2.5 我是不知道拿下來 拿下來 他不知道妳在講 我沒說把問題問完 他在講的時候我就拿下來 不要浪費大家時間 對於減少PM2.5 對我們的危害 胸腔科的黃醫師應該 還有話告訴我們 身為地球的一份子 應該要從自身做起 那好好為減少空污 盡一份努力 那也是為我們自己 我們該做些什麼 包括可以多搭乘 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多搭乘交通運輸工具 如果是不方便搭 大眾運輸系統的 那就是騎七級車 那七級車也可以 多定期檢查 那拍換老舊的 會排放高污染的七級車 那甚至我們政府也在規劃 未來2035年 就要全面都是電動的汽車 非常讚 現在電動汽車你知道多快嗎 好快 他0到1304秒不到 沒有 現在最新的2.9 哎唷 他已經超跑出來了 超跑很快 你有沒有發現 突然間就離題了 你看 都是你 那另外就是像我們最近很多 縣市政府都宣布 今年的跨年就不放煙火 對 煙火之後 但是啪 那個這多大的範圍 我們改放排泡 你們要放水鴛鴦 水鴛鴦 因為會講水鴛鴦 就知道年紀到哪裡了 那繼續 那另外再小一點的範圍 就是包括我們那個南方鞭炮 然後這個烤肉 燒烤 這些盡量少吃 偶一為之 是啦 燒烤我其實 很難拒絕 離題了 沒有離題 這也是順的話往下說的 順便講都是健康的領域 好嗎 這個東西 比如說到底要什麼超跑跑機 沒有好多 不要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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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的 好 另外就是在紙報 空污警報發布的那幾天 要隨時注意我們的環保署 公布的空污指數 譬如說如果要做運動 戶外運動的時候 那你可以參考 當時的空污指數是多少 適不適合出外做運動 有這個軟體 可以下載 對不對 有 我有這個軟體可以下載 我有 有下載的舉手 只有妳一個 因為我每天運動 醫生們都有下載 真的假的 醫生 醫生都有 就心臟內科不怕死 我太太每天都會查告訴我 我太太會查告訴我 我太太的手機 我太太會動 太密集內住 好親切 人家是有太幸福的 最後呢 萬不得已 還是必須得要出門 像工作上班的時候 那就只好選對合適的口罩 然後用正確的佩戴方式 那可以盡量減少 這個空氣污染 對健康的危害 保護自己 減低空氣污染 需要你我共同來 一起來合作 不用了 每個禮拜到禮拜五 今天晚上九點到十點 祝您綜合台 主持人收看金牌大劍碟 祝您健康 晚安再見 拜拜 謝謝 拜拜